今天要一起來查考的題目是 順從得救的福音 什麼叫做順從得救的福音 上禮拜安息日校 小弟到教會來 參加安息日聚會 非常感動的聽到曾長老 他的見證 曾長老他的見證 見證了他的爺爺得救恩的見證 也正見證了他自己 從苦難當中 因為這個肺腺癌 但是主耶穌醫治了他 這樣的見證 那麼這個就是得救的福音 在人的盡頭 往往才是神的起頭 什麼叫得救的福音 就如同阿摩斯書裡面所記載的 從火中抽出來的一根彩 小弟在年輕的時候 看不懂什麼叫做 從火中抽出來的這一根彩 一直到年長之後 甚至到現在 已經五六十歲了 從小也蒙受我們正義書教會 主耶穌基督莫達的恩典 可以講是全家滿得他生命的一個見證 但是那個時候並不了解 什麼叫做從火中抽出來的這一根彩 年長之後才知道 當一個人的生命枯鎬的時候 當一個人失去了希望的時候 當一個人完全沒有這種盼望的時候 當一個人完全沒有生存下去力量的時候 這就如同一根死去的木材一樣 不但是死去的木材 不但是死去的木材 甚至已經是丟在這個火當中 準備當財燒的這根木材 但是今天 主耶穌基督的救恩 臨到了我們身上 在我們絕望裡面 在我們失望裡面 在我們不知道下一步路 該怎麼走的時候 神的救恩臨到了我們 那麼這個就是福音 什麼樣的福音 天國盡了 你們要悔改 所以你們要悔改 幸而受洗 必然得救 就必領受所賞賜的聖靈 為印記 所以從火中抽出來的這一根材 乃是在失去生命的一個盼望的時候 就如同在火裡面 絕書把我們抽出來了 一根已經枯搞的一個木材 一根已經被火燒過的木材 但是神卻為他注入了這個生命 讓我們一個失去了生命盼望的家庭 讓我們失去一個 對於未來盼望的一個弟兄姐妹 我就好像這一根木材一樣 能夠重新的得著生命的力量 那麼這個就是叫做得救的福音 所以增長老的這兩個見證 其實在這個禮拜當中 一直在小弟的腦中一直在盤旋 那麼就如同其實從去年到今年 有這個機會 小弟也一直到我們心意的祈禱所 那麼跟心意祈禱所的弟兄姐妹 每兩個月分享一個小先知書 裡面的一個內容 那麼在阿摩斯書裡面 除了提到這個從火中抽出來的一根材 那麼阿摩斯書裡面非常重要的一個主題是告訴我們 凡尋求耶和華的就必存活 那麼約爾書裡面告訴我們的是什麼 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那麼在俄巴迪亞書所要告訴我們的 他都具備有各種不一樣的福音在裡面 明加斯書告訴我們的 我們必須要得到聖理能夠重新獲得生命的力量 那麼和西亞書告訴我們的是什麼 我的名是因為無知而滅亡 那麼其實哈拿書裡面告訴我們的一個救恩的見證是什麼 我雖然落在這個深淵當中 主必救我 哈巴古書告訴我們的是什麼 一人必因信得生 所以其實我們必須要去了解 什麼叫做一個得救的福音 在座的弟兄姐妹 我們是否已經很久沒有再去思考 我們今天為什麼會神是拯救我們 神為什麼特別拣選的是我們 其實在整個過往的整個靈安步道會裡面 小弟經常跟同工們大家一起在互聯 靈安步道會裡面 受洗的多餘寡 來自於神的驗證 來自於神的拣選 就如同《使徒行傳》裡面所記載的 是神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給教會的 不是說哪一個弟兄姐妹特別的會傳福音 但是這一次的靈安步道會 神是否與我們同工 我們可以看得到聖靈的一個多寡 我們可以看到神的是否同工 在今年農曆過年前 剛好有個機會 那麼一群同工在 對於國外的一個傳福音的工作 那麼剛好找到小弟說 謝大哥你是否能夠幫我們上個課 我說 以前我曾經在那邊待了五年過 我說那就試試看吧 那麼邀請了這位姐妹跟小弟這樣講說 謝大哥先提醒一下 來協助聖功的很多弟兄姐妹 由於是傳扬神的福音 常常遭受撒旦的一個攻擊 所以經常 被邀請傳福音的人 都會忽然間發生的一小段的生活的混亂 甚至的來自於撒旦的阻擋 結果這個姐妹跟謝弟兄兩個人聊完沒多久 兩天之後 隔四天就準備要我上課 結果兩天之後 我的妻子在一次聚餐之後 那就趕快送到醫院去 結果沒想到 就生病了 甚至就開刀了 但是呢 蒙神的救贖 在患難當中 爵書還是拯救了 所以這個刀雖然開得緊急 但是神卻蒙神莫大的恩典 奇怪了 家庭也突然間蒙受了混亂 我原本是一個很和睦的家庭 但突然之間 怎麼父子之間有了衝突了 突然之間 媽媽雖然在失智當中 但是這一兩年是蠻穩定的 但怎麼會突然間混亂了呢 那麼我的工作在過年前 一般來講應該是趨於安定才對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怎麼會客人也不順 交貨也不順 那麼讓我想到這位姐妹的見證 那麼他剛好在跟我對話當中我說 我們一起來為這件聖功來大告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當我們所要傳揚的是 這個得救的福音的時候 那麼撒旦也自然會有他的工作 當一個屬神的教會 連撒旦都不想理你的時候 這所代表的是什麼 就代表我們今天所做的聖功 並不是蒙神所喜悦的 所以一個得救的福音 是一個順從神的福音 謝孫道長老在他的聖明論裡面提到 這個唯一得救的教會 我們也經常提到說 我們真耶穌教會是一個唯一得救的教會 那麼謝弟兄的頭髮 這十幾年來 都是在一個美容院 一個外教會的其他的姐妹 在幫我剪頭髮的 有一次我在跟他 剪頭髮的時候跟他論道 我說你們受洗的時候是否 你們信的時候是否得到聖明了 他說 謝弟兄我就知道你會問我這個問題 我也問過我們牧師這個問題 可能我們牧師沒有回答 他就告訴我你要有這個信心 你信的時候就已經得到聖明了 他說反問我說 換你們真耶穌教會 為什麼說你們是唯一得救的教會 我就這樣子回答他 我說你聽到這個唯一得救的教會 或許刺耳 那麼換我這位弟兄就這樣回答你 我說我們是絕對得救的教會 你這樣是不是比較聽得下去 結果他就笑出聲來說 這樣的說法我是比較能夠接受的 我說一個得救的教會 所必須要具備的事實上是三大條件 但是呢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 我認為應該再加另外一個條件 謝長導這麼講 他說我們一個得救的教會 第一個必須要具備聖明 如果沒有屬神的靈 那麼這個教會呢 就沒有神同在 所以必須要具備聖明 第二個 這個教會必須要具備真理 那什麼是神的真理呢 聖經就是神的真理 我們經常在 先知書裡面看到 先知做了意象 拿著準神 在丈量的這個耶路撒冷 什麼是準神 聖經就是生命的準神 什麼是準神 聖經就是我們真理的準神 什麼是準神 聖經就是一個得救的教會 唯一的準神 那麼第三個 一個得救的教會 必須要有神機歧視随著 如果一個得救的教會 失去了神的全能 如果一個得救的教會 失去了來自於聖明的這個歧視 那麼這個教會是不具備生命的 也沒有生命力的 那麼他的講道 是不會感動人的心的 那麼他的真理 是不會讓人扎心的 那麼他的見證 是無法讓人能夠去感受到 這個生命之恩的 所以這三個條件 但是呢 在今年整個小弟的查經的過程當中 從新約裡面也好 或者是從舊約也好 小弟認為必須要再加上一個 更加重要的 就是一個得救的福音 他必須要在這個教會裡面 能夠尊重神 是要尊重超過人的 在使徒教會的失敗當中 就是有一天 當很多的主義 當很多的思想 當很多的神學思想 當很多的論證 當很多的哲學 超過了神的教訓 當很多的老師 當很多的上人 當很多的 說不上來的 假基督假先知的出現 他認為他高台自己 超過了神的教訓了 那麼這個教會 就會失去了生命 所以在使徒教會之後 聖靈停降了 所以為什麼一個教會 當他失去聖靈的時候 就等於失去了一個 生命力的一個教會 所以一個得救的教會 必須要具備聖靈 所以我就跟這位姐妹講說 那你信的時候 是否得著聖靈的 他就笑著跟我講 他說我不知道 我只有牧師告訴我 我得到聖靈的 那麼我就告訴他 我們在使徒行傳裡面 我們是可以看得到 得到聖靈的 我們是可以聽得到 得到聖靈的 我們也可以去感受得到 得到聖靈的 所以保羅就跟 以如所的這些門徒講說 你们所受的喜 是施洗越岸的喜 他是悔改的喜 不是能夠赦罪的喜 所以重新的為他們受洗 並且按守在他們頭上 所以他們就得到聖靈了 所以能夠算得出來幾個人了 所以我就用這一小段的聖靈 與他共勉 那麼這位姐妹覺得說 這個是非常奇妙的 我真的應該回去再問問 我們的牧師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這耶穌教會 絕對是一個得救的教會 我們真教會裡面 具備了這四大條件 第一個條件 我們具有聖靈 第二個條件 我們按照聖靈的真理來行事 第三個 這耶穌教會 許多的家庭 滿滿的有神的救恩的福音 就如同我的家庭也一樣啊 如果不是因為我的小妹 她今天也失去了生命的盼望 而我的母親 求告耶和華的名 所以就必尋找耶和華 神就讓我們這個家庭 滿得他救恩的福音 所以什麼是福音呢 我們請來看聖經 請看羅馬書第一章 羅馬書第一章 第一節 羅馬書第一章第一節 新約聖經 209頁 羅馬書第一章第一節 耶穌基督的仆人保羅 奉召為使徒 特派傳神的福音 第二節就要講了 這個什麼是神的福音呢 這福音是神 從前借著忠先知 在聖經上所应許的 論道他的兒子 我主耶穌基督 按著肉體說 是從大位後一生的 第四節 按著聖善的靈說 是因從死裡復活 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 所以這一段先告訴我們 福音的本質是什麼 是神亲自道成肉身 要來拯救我們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福音的內容 我們請看羅馬書的第一章 十六節 羅馬書第一章的十六節 這個是我們真實的 得救福音的內容 十六節 我不以福音為此 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猶太人 後是犀利尼人 因為神的義 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 這個義是本於信 以至於信 如同經上所記 一人必因信得身 一人必因信得身 發自於哪裡 出自於哪裡 就是哈巴古書裡面所記載 哈巴古先知想的 一人必因信得身 所以基督徒 第一個所能夠去 產世出來的 我們所產生 產世出來的意思是什麼呢 是因為來自於先相信 所以信而受洗 必然得救 就必得到 所示的聖靈 為印記 所以 當一個得救的福音 在座的弟兄姐妹 我們今天已經都在這個福音當中了 有人受洗已經五年了 有人受洗可能十年了 有人甚至是第一代 有的是第二代 有的是第三代 甚至第四代 如果以我們在耶穌教會傳到台灣 一百年的歷史 說不定第五代第六代已經都有了 但是我們是否曾經的深切的去思考過 這個福音在我們的內心之中 我們所產世的是什麼 在教會裡面 為什麼特別還要去提醒 這是一個順從而得救的福音呢 我們先第一個來看 你是要得人的心呢 還是得神的心 我們請看加拉太書第一章第十節 加拉太書的第一章第十節 加拉太書第一章第十節 新約聖經261頁第十節 我現在是要得人的心呢 還是要得神的心呢 我岂是討人的喜歡嗎 若然就討人的喜歡 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所以在一個傳扬福音的過程當中 我們不管是福音谷的同工 宣道谷的同工 或者是每一個坐在這邊的弟兄姐妹 主耶穌已經把這個傳扬福音的工作 託付在我們每個人身上 所以其實這個不是只有宣道谷的責任 不是只有宣道谷的谷負責 在負責這個事情 我們每一個人在現代的世界 我們今天既然受洗了 並且得到聖靈的 我們就如同被聖靈高麗一樣 所以現在是萬名祭司 也是萬名先知的時代 我們必須要把神在我們身上 豐盛的恩典 將這個恩典傳扬給其他的人 所以是聽從人呢 還是聽從神呢 所以其實在教會裡面 我們必須要先去清楚的 在這個大家庭裡面 要先尊重神 超過尊重人 所以往往一個教會 慢慢地走向俗話 使徒教會 慢慢地在西元第三世紀 第四世紀之後 就慢慢地走向俗話 不再尊重了 為什麼 因為不再靠著靈言禱告了 乃是要靠著自己個人的高言大志 所以保羅講 我今天傳福音不是靠著人的智慧 靠著這個高言大志 乃是靠著神的大能 乃是靠著聖靈的全能 所以在教會裡面 如果強調的是人 而不是神的話 那麼這個教會早晚會走向俗話這個地步 所以為什麼在加拿太書裡面 保羅馬上就提出這樣的勸勉 什麼樣的勸勉 我們請看第一章第六節 第六節 我稀奇你們這麼快就離開那 藉著基督之恩 召你們的去寵別的福音 想想看 才多久的時間 保羅的歷史 才西元一世紀左右而已 馬上就提出來講說什麼了 我稀奇你們竟然馬上就 違背了這個得救的福音 不再順從這個得救的福音 而去隨從了其他的福音 而這個福音並不是真正的福音 因為那時候 諾斯底主義非常的興盛 所以現在也有很多人 認為說教會的體制太過於這個僵化 這個教會的體制太過於形式 真的是如此嗎 在福音的一個全能底下 神跟我們同在 為什麼大家能夠滿得神 聖靈的充滿 我們剛才的禱告當中 幾乎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是得到聖靈 那為什麼我們到其他的教會裡面 我們就沒有看到很多人能夠像我們這樣子呢 所以我曾經有一次到一個教會裡面去領會 那領完會之後一位執事很感慨 跟小弟在聊 他說教會有一群弟兄姐妹 或許對於福音的追求 或許對於教會的不順從 那麼就他們就經常的自己在查經 不願意到教會裡面來聚會 甚至也不願意參加教會的查經班 等到有一天神出手了 大家覺得不對了 重新再回到我們教會裡面來 很多的聖靈就跑掉了 他的禱告的靈言不再是像我們這樣子的捲蛇靈言 或者是來自於蛇音了 很多的靈言事實上已經變了 就變成是純音一樣了 甚至他的靈言是奇怪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了解 當你沒有去順從這個得救的福音 你自己要去創造一套 你認為所得救的福音 那麼就會發生這個情形 所以這位只是很感慨跟我講 谢弟兄 這個你的講道的時候 怎麼會剛剛好提到這一點 如果不是願意去順從神 而乃是順從人超過順從神 不願意按照真理來查考 乃是用著仁義來查考 而尊重人而超過了尊重神 這些弟兄姐妹 很多的聖靈甚至都跑掉了 甚至他的聖靈已經都走掉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的俗世當中 我們看到很多的假基督假先知的出現 我這一點的時間 其實一直在觀察 在YouTube當中 或在很多的很多的 類似的這樣子的頻道裡面 看到很多的假基督的出現 看到了很多的假先知的出現 甚至高舉自己 我就是基督 甚至就講 我就是末世的耶穌 但是我們會覺得很奇怪 明明知道他就是人 但是跟從人卻是那麼樣的多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來自於靈的工作 那我們基督徒很多 如果不謹慎的話 就如同保羅在加拿太書裡面 所記載的 我稀奇你這麼快的就離開了福音了 而隨從的是人的福音 所以我們會看撒旦的四大工作裡面 第一個工作 他也會講裝正光明的天使 利用這種欺謬拐騙的手段 來迷惑眾信徒 迷惑這個世界 第二個 他會用什麼樣的手段 來壓迫我們世人呢 他從世界上奪去了這個太平 興起了這個戰爭 興起了很多的暴虐的手段 第三個手段 他興起了很多的這個金錢的遊戲 讓人迷惑於這個世界 隨從這個金錢的遊戲 第四項 他興起了刀劍 饥荒 瘟疫 甚至野獸 要來殘害世人 其實這個就是撒旦的四大工作 但是我們基督徒 如果我們對於真理能夠了解 我們能夠在這個真理的福音裡面 能夠了解神的經倫的話 我們就不會被撒旦所迷惑 所以聽從你們而不聽從神 是對的嗎 你們自己是斟酌吧 我們請看一些使徒行傳的第四章 使徒行傳的第四章 十九節到二十節 使徒行傳第四章十九節 二十節 新約聖經一百六十八頁 十九節 彼得約翰說 聽從你們不聽從神 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 你們自己著良吧 二十節 我們所看見的 所聽見的 不能不說 彼得約翰這個時候 跟法利塞人 撒族該人 起了爭辯 有時候我會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 為什麼主耶穌出現了 主耶穌傳扬天國的福音了 提到了天國進了 你們要悔改 而在當時的世代 主耶穌的十二使徒裡面 主耶穌所挑選的大使徒 沒有一個是文士 主耶穌所挑選的三分之一 是打魚的 所以神並不是要去掀起這些文士 掀起這些法利塞人 來拯救世人 他乃是重新的 在法利塞派之後 重新的教育 他這一批門徒 是把救恩 這個得救的救恩 透過這一群 在世人的眼光當中 他並沒有高言大志的 乃是透過聖靈的全能 將這個福音傳開了 所以每個人都稀奇 他們是跟從過耶穌 這原本是無知的小民 但是因為稀奇 他們跟從過耶穌 所以彼得約翰在那邊講 聽從你們而不聽從神 你們看合理嗎 你們自己去著良吧 所以其實有時候 我們在教會的服飾裡面 我們必須要去了解 尊重神要超過尊重人 小弟提起幾個真實的見證 在年輕的時候 曾經跟幾個長輩一起在做聖工 那麼其中有一位長輩 他一直很羨慕 這個宗教教育 這個吸附者的這個工作 他也自認 他教員已經當了15年以上了 他也認為 他今天在教會的資歷 他是絕對可以來擔任這個聖工 那麼他就跟教會的長輩講說 我是否有這個機會 來擔任這個工作 但是當時的職務會 一直開會 沒有辦法通過 讓他擔任這個工作 因為會認為 他對於這個工作的寄予 是超過他對於這個工作的熱愛 他會認為 你對於這個工或職份的喜好 超過了你對於這個工作的 犧牲與奉獻 所以當時的長輩 一直沒有通過這個工 結果這位弟兄 一怒之下 就離開了教會 雖然也有在其他的 真因素教會 甚至到最後跑到其他的教會去了 各位弟兄姐妹 你知道他的家庭後來怎麼了 他很年輕的時候 就生病死掉了 因為離開了神 因為不順從這個得救的福音 他的家庭甚至 有兩位 小弟都覺得很可惜 都發生了意外而去世 所以其實在我們羡慕尚功的過程當中 我們的心態很重要 我們是因為來自於尊重神 而來羡慕這個尚功 還是我們今天只是因為想得到這個工作 得到人的讚賞 得到人的肯定 而來寄予這個工作 所以聽從神 而不聽從 聽從人 而不聽從神 你們覺得對嗎 所以從這個長輩的過程當中 也讓小弟得到這個警戒 第二個 在小弟以前曾經擔任教務負責的時候 在其他教會擔任教務負責 曾經也有另外一個教會的教務負責 有一天 他氣憤的跑到我們的教會來 同樣也就是我們的教會來 我說大哥你怎麼有空到我們教會來 我說你都不知道 在我的教會裡面 這個我是最資深的 我教務已經擔任了四任了 結果今天的案例只是 竟然是案例一個很生疏的人 反而不是案例的我 後來我就笑著跟他講 我說大哥你聽小弟一句劝 在聖經裡面 並沒有因為你今天有沒有被案例 神給你的福氣就是比較少 我們今天都是同做主的仆人 就如同保羅剛才所講的 我們都是為了當做神的同工 同做主的仆人 並不是今天 你是否一定要被案例為之事 如果以小弟現在來看 案例之事是很辛苦的事情 因為你是一輩子沒辦法卸任的 這個擔任教務負責 還可以三年一任 你案例的之事 你反而是終生子並不輕鬆的 所以我就這樣子勸勉他 但是這位弟兄 他並沒有聽從我的勸勉 他就後來一直冷淡下去 冷淡的結果 整個家庭到現在也是四分五年 所以其實有時候我們在神的面前 我們必須要抱持一個順從得救福音的態度 我們今天不是為了事工而做聖工 我們今天乃是為了來服侍神 服侍眾弟兄姐妹 所以我們才來擔任這個工作的 而來擔任所有的聖工的過程當中 就如同剛才小弟所講的 如果你今天所做的 是神所喜悅的 我告訴你 撒旦也一定會來阻擋 就像小弟那天要做的 這個所謂線上的這一個教學的工作 這位姐妹才提醒我 謝大哥你當然要謹慎一下 我們每一個弟兄姊妹 都領受過這個撒旦的阻擋過 我聽著笑了 但是我跟他講說 以前我也領教過很多 但是呢 我一直戰戰兢兢的 求神憐憫 果不起來再兩天而已 我太太就生病了 再兩天而已 家裡又發生了問題 再兩天而已 家裡又發生了問題 連那個什麼 工作上都發生了問題 但是呢我跟我的妻子 就提到這個事情 在醫院裡面 我們鎧切的為這件事情祷告 回到家裡也邀請了家人 大家一起為這些事情祷告 一直到前天 今天我們要來台北教會 跟大家分享聖經的道理 到前天你突然間發現 所有的混難都得到了解決 關關難過 而神讓他關關都通過了 各位弟兄姊妹 在你的生命過程當中 有時候你會覺得 為什麼我家庭會遭遇到這些事情 有時候你會發現 我的工作怎麼會遭遇到這些事情 甚至你在聖功的服飾當中 有很多是沒有辦法 順著你的心意的 但是你有沒有想到過 一則來自於神給你的考驗 二則來自於撒旦的阻擋了 所以在我們在聖功的服飾的過程當中 第一個心態一定要正確 我們絕對要順從這個得救的福音 我們乃是要聽從神的旨意 我們乃是要得人的心呢 還是要得神的心 所以我們是要順從神呢 還是要順從人 我們是要討人的喜歡呢 還是要當基督的仆人 所以剛才我們加拉太書裡面所念的 如果今天討神的喜歡 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所以第一項 聽從你們而不聽從神 你們自己著良吧 第二點 傳福音是乃至於從神來的起誓 不是來自於個人的起誓 當一個教會失去了聖靈的起誓 當一個教會失去了天啟的起誓 那麼這個教會是不具有生命力的 小弟為什麼要特別地 對曾長老上禮拜的見證 特別感受特別深 小弟也已經領會有超過三十年的時間 我自己我經常會一種自我檢討 如果站在講台上的 每一位領會的弟兄姐妹 我們如果沒有辦法把神的救恩 如果沒有辦法把我們神的恩典 在講台上將它給抒發出來 今天只是為了準備一篇講康 四平八穩的在這個地方講完的話 而無法去感動人的心 我覺得這是虧欠神也虧欠人的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滿滿的滿得神的恩典 不管我們自己的家庭 以至於家族 甚至我們從周圍的弟兄姐妹 我們經常能夠去感受到神的恩典 但是當我們聽到這些恩典之後 我們是否能夠把他這個恩典 分享給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甚至在聽到的弟兄姐妹呢 為什麼能夠去感動人的心 乃至於神的靈 才有辦法去感動人的心 如果我們今天準備一個講章 只是為了四平八穩把這篇講章 講得很好聽 下來之後得到人的讚賞 那麼這個今天就無法把神 真正的救恩的福音 真實的去闡釋出來 所以保羅為什麼會特別這樣子講 我們來看 保羅說我傳的福音不是從人來的 我們請看一下加拉太書第一章 加拉太書的第一章 十一節 加拉太書第一章十一節 新約聖經兩百六十一頁 弟兄們我告訴你們 我素來所傳的福音 不是出於人的意思 十二節 因為我不是從人領受的 也不是人教導我的 乃是從耶穌基督的啟示來的 我們建耶穌教會跟其他的教派最大的差別在哪邊 乃是以福音剛傳來的時候 來自於天的啟示特別多 也就是聖靈的啟示特別多 但是今天我們的生活富裕了 我們今天物質富裕了 我們今天生病找醫生了 身上不缺錢了 我們碰到困難找人來幫忙了 我們不再像過去在貧困的日子 我們碰到的困難就是跪下來 尋求來自於神的幫忙 尋求來自於神的啟示了 當一個教會裡面的得救福音 只是剩下了人與人之間的關心 而沒有來自於如同保羅所講的 來自於天的啟示 來自於神的啟示的話 那麼這個聖靈的感動 其實慢慢的就被笑話 我們不再去分享 來自於得救的這一份喜悅 每個人見面所談到的是家裡的事情 所談到的是兒女的事情 來談到的是什麼 是工作的事情 談到的是什麼 是事業的事情 在教會裡面不再去談述得救的福音 在教會裡面談的是什麼 是咖啡 在教會裡面談的是茶葉 在教會裡面談的是人熟識的事情 不再討論天的事情了 不再討論天上的事情 討論的是地面上的事情了 那麼這個就不是順從得救的福音 所以保羅才會這樣子講 什麼是得救的福音 是來自於神的啟示的 是來自於聖靈啟示的 不是來自於人跟人之間的 這談論的熟識的事情 我們台北教會是滿滿滿的 神恩典的一個教會 我們物質豐盛 我們靈性剛強 我們人才可以講說是非常豐盛 但是當謝弟兄到很多教會去領會的時候 我們常常還會看到很多的教會 會缺的錢 他必須要整件會堂 會缺的錢 想要做什麼做什麼 各位弟兄姐妹 我們知道我們今天在真理的這個大道上 除了我們今天 除了有信心之外 我們必須要把這個真理給行出來 沒有把這個意行出來的話 那麼就變成是人的福音了 而不是來自於神的福音的 所以第二項 傳福音從神來的標的是什麼 就是神恩兆我的 我們請看加拿太書第一章十五節十七節 加拿太書的第一章十五節十七節 十五節 然而把我從母父裡分別出來 又施恩兆我的神 既然樂意將他的兒子啟示在我心裡 叫我把他傳在外邦人中 我就沒有與俗血氣的人商量 十七節我們可以看 也沒有上耶路撒冷去 見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 唯獨往亚拉伯去 後又回到大馬社 這個地方提到 保羅所得的恩典 他今天所得的這個福音 是來自於什麼 神親自選召他的 所以這個權能是神賦予給他的 我們請看一下哥林多前書第四章 我們請看哥林多前書的第四章 哥林多前書第四章二十節 哥林多前書第四章二十節 因為神的國不在乎言語 乃在乎全能 各位弟兄姐妹如果到一個教會來 我們今天天天在談的是人的事情 我們天天在談的是地面上的事情 我們今天到教會裡面來 不再談神的權能 我們今天到教會來 不再去談神的救恩 那麼這個教會慢慢的 會失去了屬靈的生命 那麼這個教會也會慢慢的 失去了來自於神真實的那份的愛 甚的只剩下神 人的表象的一種關懷而已 所以一個真實的 我們屬於神的家 就如同小弟以前曾經正道過的 我們今天的台北教會 就如同伯利橫城一樣 滿滿的就如同神的糧食之家一樣 我們不但物質是豐盛的 我們也希望我們屬靈上也是豐盛的 我們也希望我們今天在救恩上 也是滿滿的就如同保羅所講的 來自於聖靈的權能 來自於是神所啟示的這些恩典與權能 所以這個才是真正的糧食之家 它不是表象的只有物質上不缺乏 如果以台北教會來講 我們每一年所收入的GDP 常常是很多小教會的 十間二十間以上 難道有一天我們台北教會要講 今天談金銀我們都有了 但是我們是否也有辦法像彼得一樣 我今天還能夠奉神的名 讓你起來呢 所以一個教會裡面 我們所要追求的 不應當只是在物質表上上的一種關心 乃至於要來追求這個得救的福音 如果我們今天不是來追求這個得救的福音 就會如同保羅在這個地方所屯 我不是來自於人的教導 我乃是來自於直接從神那邊所得到的教導 所以我們就可以從保羅的身上看到 他是尊重神而大於尊重人的 第三項 每一個先知如果是尊重神的 我今天就是尊重神的言語 神吩咐我什麼我就只有傳講神的福音 我不是宣傳我的福音 我不是來宣傳我個人的高原大志 我也不是來追求 只有宣傳我個人屬人 屬肉體的智慧 乃是如同阿摩斯先知這邊所提到的 我原本是一個牧羊的人 修理桑樹的 但是神的預言到我的身上 我就要對以色列家去講預言 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 在座的很多是士農工商 各行各業都有的 但是今天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看到這一本聖經 我們今天得到這個聖靈 我們就如同阿摩斯先知一樣 奉猜遣的 我們就是被神所猜遣 每一個得到聖靈的人 就是被拆遣的人 每一個得到聖靈的人 就是屬靈的先知 每一個得到聖靈的人 就是屬靈的祭司 你可以為其他人來代導 我做個見證 我媽媽這個十次一年了 她從有辦法靈言禱告 靈言禱告 慢慢的變成 她連怎麼靈言禱告 她忘記了 不知道了 但是這幾天遭遇到這些事情 我心裡在那邊禱告 我說神啊 這個讓我遇到這些混亂的事情 但是這是撒旦的工作 那我們碰到撒旦的工作 我們更加重要的是什麼 禱告 讀經 禱告 讀經 而且要尋找禱告的同工 尋找我的妻子 尋找我的兒女 我也跟她講 爸爸的軟弱的地方 我們一起來為我們全家禱告 一起來為我們屬靈的生活 為了我們的家庭來禱告 也一起來為著阿嬤來禱告 當我們這樣禱告的時候 在前天為了我的母親禱告 我一下子聽到 她突然間有靈言 又恢復有靈言 那我就跟她講說 你大聲一點 那我一邊拍著她的肩膀 我們更加認真的禱告 她的靈言 比她以前還沒有失智以前 她的靈言更加的流利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神的祭司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神的先知 所以我們今天碰到這些事情 當我們把這些事情 交到神的面前來 其實每一個見證 都是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不停的在發生 有時候我們會認為遲到了 你怎麼知道神 不讓你遇到前面的患難呢 小弟很常發生這個事情 因為我有一天 最高紀錄在台灣 這個國外不算 我在台灣光是出差一天 一年要開12萬公里 所以比計程車司機開得還多 那小弟在高速公路上來講的話 可以是不用講 那個有時候我們一天開500公里 七八百公里是經常的事情 但有時候你突然之間奇怪發現 怎麼會被阻擋在這一邊 你不知道為什麼神讓你阻擋在這邊 結果慢了十分鐘之後 你一上去了 你發現前面發生大車禍了 我那天從台中回來 我們新聞上看到那個大車禍 就是讓小弟能夠避免過去了 我一天到晚也在六十一號 高速公路 那個快速道路上跑 那個看到那個大霧也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神就是感動我們的心 讓我們在知道危險的時候 就硬剛下來 所以這個我們所相信的神 是活的神 讓我們的生命過程當中 每一天都能夠讓我們感受到祂 有時候一般公車沒做到 一般捷運沒做到 當我們心裡在憨恨的時候 其實往往你沒有想到 有神的美意是在前面的 阻擋著你 不讓你去遭遇到前面的祸患 所以每一天 我們都應該感謝著神 每一天 我們都要感念著神的恩典 所以只傳耶穌的信息 這個地方告訴我們 我今天是先知 神分誤我講什麼 我就講什麼 所以阿摩斯先知講 今天神分誤我講什麼 我就講什麼 第二點 何西亞書裡面提到的 以色列百姓為什麼會滅亡 何西亞先知 告訴所有的以色列百姓 我的名因為無知而滅亡 這是耶和華所說 什麼樣的智慧 聖經的智慧 小弟這一年的時間 能夠充分的在台灣 所以充分的把整個聖經 好好的讀一次 最近也有跟幾位執事 跟一些祷告的同工 一起在查經 我們突然之間 大家竟然有共同的想法 看到了現在更多的假基督 假先知的出現 在很多的YouTube的 這些頻道裡面 我們看起來 他講得很是是而非 幾乎跟我們教會 所講的真理好接近的 甚至其他教派 有很多弟兄姐妹 寧可不聽我們 真耶穌教會的講道 是聽很多 很出名的牧師在講道的 各位弟兄姐妹 你不知道魔鬼的很多的小細節 就藏在裡面 你寧可去聽那些講道 你寧可聽一些名人在那邊講道 其實裡面潛藏著很多魔鬼的詭計 各位弟兄姐妹 魔鬼常常會告訴你 那邊有一個魔鬼 因為那邊是一個小魔鬼 所以其實他使出很多的手段來 所以現在你才會出現這麼多的 假基督 假先知 假的思想 假的主義 你只要聽到冥想 你只要聽到跟心靈有關的 謝弟兄這邊可以告訴你 幾乎這些都是跟魔鬼的作為相關 這些不管來自於運動 來自於很多的所謂的修行 來自於這個我只是練練器功罷了 各位弟兄姐妹 這很多都是有靈的作用在裡面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盛視這些行為 所以除了只傳耶穌的信息 我們也要知道耶穌的信息 那就知道耶穌的信息 你就要去讀經啊 你不去讀經的話 你怎麼知道神的信息是什麼 所以何其他先知代替耶和华 發出了這樣的聲音 我的名因無知而滅亡 第三項 凡求告主名的救必得救 我們請看悅耳書第二章 約爾書第二章 約爾書第二章三十二節 約爾書第二章三十二節 九月聖經一千零七十一頁 約爾書第二章三十二節 九月聖經一千零七十一頁 三十二節到那時候 凡求告耶和华的名救必得救 因為照耶和华所說的 在西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脫的人 在聖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遭的 我曾經聽到一個姐妹 被其他的外教派所影響 她說她這一輩子到現在信主之後 只有讀新約 舊約幾乎不讀 我說你為什麼這樣看法 她說舊約像一片鏡子 新約才是實體 所以舊約聖經不用讀 然後我就笑著回答她 我說我請問你一下 主耶穌基督到的聖殿裡面 拿起經來讀 她是那個時候有聖經嗎 她突然間愣住了 我說那時候的聖經就是舊約聖經 因為裡面有永生在裡面 我們看到保羅 特別租了個房子 與猶太人天天在那邊變道 用的是什麼 當然也是用舊約聖經 我們大家必須要了解 整個新約聖經是到公元第四世紀之後 才定調下來的 所以我們真耶穌教會的信徒 不要以為我來讀新約聖書就可以了 如果曾經聽到很多的弟兄姐妹講說 我讀新約就可以了 這個新約是實體 舊約是鏡子 這個也是被誤導的 我說你是不是在看了很多的YouTube 看了太多 她說是不是沒有錯 我說各位弟兄姐妹 我們必須要去了解 讀這個經 主耶穌進的會堂讀這個經 保羅進的會堂讀這個經 讀的是舊約聖經 所以我們從這邊可以看到 舊約的這一些先知也是在講 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 那么耶和华的名 在舊約都好像沒有明確的講出來 那么在新約 马太福音直接就把 這個得救的名講出來 就是什麼 加把列大天使直接講的 就是主耶穌基督啊 就是拯救啊 主耶穌基督的名 就是這個得救的名啊 所以凡顺從這個得救的福音 所以為什麼是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受洗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为你祷告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來做任何的事情 所以舊約聖經當中 要求告耶和华的名 到了新約告訴你 耶和华的名就是耶穌基督啊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了解 只傳耶穌基督的訊息 我們來看一下 所發生的律法主義 跟所謂的救恩主義的衝突 我們請看加拉太書 我們請看加拉太書的第二章 加拉太書第二章 十一節 加拉太書第二章十一節 加拉太書第二章十一節 後來基法到了安提阿 因他有可責之處 我就當面的抵擋他 從雅各那裡來的人 味道已先 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飯 即使他們來到 他因為怕奉割禮的人 就退去與外邦人隔開了 其餘的猶太人也都跟著 隨著他裝甲 甚至連巴拉巴也隨火裝甲 但我一看見他們行得不正 與福音的真理不合 就在眾人面前對基法說 你既是猶太人 若隨外邦人行事 不隨猶太人行事 怎麼還勉強外邦人 隨從猶太人呢 十五節 請大家注意聽 我們這生來的猶太人 不是外邦的罪人 既然知道人称义 不是因行律法 乃是因為信耶稣基督 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 使我們因信基督而称义 不因行律法而称义 因为凡有写次 没有一个人能夠因行律法而称义 这个地方出現了 在教会裡面的一個衝突 所以很多年輕人 有很多人常常講 教会裡面 有很多東西太行事主義 教会裡面 太多的法律賽主義 那我就反問他呢 那你走的是什麼主義 很多弟兄姐妹就认主了 我說今天我們必須要了解 要順從得救的福音 保羅一直告訴我們 有一個得救的福音 非常清楚地告訴我們 但是呢 你今天如果在這樣子的律法底下 只談诫命律例典章 那麼這是無法得救的 就如同剛才我們在談到福音的內容裡面 所提到的 一人必因信得神 所以一個教會 如果強調 今天染頭髮怎麼樣 今天這個教會 強調你的穿著怎麼樣 這個教會 只有談到很多的律法主義的時候 所以很多年輕人抗拒啊 所以我們教會的 對於很多這一塊 必須要了解的 不管是當老師的 我們當長職負責人的 我們擔任教員的 我們就必須要把這個真理 很清楚地產生給我們的 這些小朋友們知道 但是呢 我們也不要因為行律法 而超過了 這個救恩主義 有一次 在一個教會裡面 這個教會很小 小朋友很吵 小英孩很 後來哭了 哭了之後 就有一位 在接待的姐妹 很生氣的對著那個媽媽 那年輕媽媽講 呀還不趕快把小牌子抱出去 吵大家聽到 謝弟兄看到這個事情 等到聚會完之後 我就問著那天領會的傳道 我說我們有沒有權力拒絕 一個再哭的小朋友 不可以到 做到會堂來聚會 這位傳道笑著跟我講 也曾經在我們台北教會 擔任過主領傳道國 他說我們沒有這個權力 主耶穌也曾經當面的斥責 這些門徒 你不可以拒絕小孩子 到我的面前來 在那樣的空間裡面 小孩子吵 其實其他的大人 我們所有的弟兄姐妹 讓我小到我小時候 在東元教會 那時候 其實我是台北教會 分出去的時候 東元教會第一批受洗的 所以我事實上是在台北教會 那時候第一次受洗 有一百多人受洗 我五歲受洗 到了東元教會 分出去了 一邊分出去 永和教會 一邊分出去了東元教會 小時候不懂啊 很喜歡來教會 但是到教會很吵啊 到處跑啊 到處鬧啊 有很多接待者認為 這個小孩子很不乖 是不是叫媽媽的 應該怎麼樣 這個時候有一個長輩 他出現 他這樣教導我媽媽 他說這個謝媽媽 你請聽 我們的小朋友這樣子吵 是因為他小不懂 我們大家一起來 為他祷告 讓他有一份追求的心 能夠在神的面前 能夠安靜下來 各位弟兄姐妹 我也不知道 我那時候五歲而已 有一天突然之間 我好喜歡聽道理 就乖乖坐到前面來 而且永遠坐在第一排 你是要走律法主義 還是要走這個救恩主義 所以那一次的行為 我問那個傳道 我說我們這樣子做 是要讓眾弟兄姐妹知道 台北教會的空間夠大 我們今天還可以特別提出 映兒市很多地方來 但是我們如果到原住民 很多的教會 謝弟兄到很多 很落後的國家那種地方 小朋友在那邊吵 在那邊鬧 會不會把小朋友趕出去 不會的 你如果把他趕出去 這叫律法主義 而眾弟兄姐妹 為了小朋友來禱告 這個叫救恩主義 但是我們也要特別注意 有很多人故意去提的 這個部分來攻擊教會 說這個就是法律賽主義 這個就是行事主義 所以我們應該怎麼樣怎麼樣 現在有很多人 故意提出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如同 不順服這個得救的福音 如果你真的有心 乃是我們眾人 來為這些小朋友 祷告才對 所以謝弟兄只是提出 一個範例來提到 什麼叫做救恩主義 一個什麼叫做 法律賽主義 用愛心來包容 這個叫救恩主義 你今天用一個形式 來反對 這個叫法律賽主義 所以法律賽主義 才會禁止止 主耶穌在安息日行善呢 你今天羊吊在洞裡 你會把他救起來 更何況是主耶穌基督的 和各位 聖耶和華的子民 我怎麼會在安息日行善 行義是不可以的呢 所以為了主義而行主義 為了律法而行主義的 這個叫法律賽主義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 滿懷著 一種救恩的福音 滿懷著一份愛 盡心盡益 盡力盡盡益 盡益愛主你的神 我們也愛人如己的 這種心態 那我們來做任何的聖功 那麼這個叫做 順從得救的福音 那我們所做的福音 我們所傳的福音 所做的工作 會得到神的賞賜 那天小弟很感慨 到一個教會去 然後聽到那個教會的那個什麼 宣道鼓的鼓負責 因為他跟我很熟 因為他流著眼淚 在跟我聊一個事情 他說謝弟兄 所以我們教會 這個傳福音傳到 也有在比賽業績 你知道嗎 結果我就笑著跟他講說 怎麼樣的一個業績 他說你知道嗎 第一種說法 這個誰帶來的 比較容易受洗 誰帶來的比較不容易受洗 再來 在比賽誰帶來的比較會得聖贏 誰帶來的比較不會得聖贏 謝弟兄剛才有提了 今天神把得救人天天加給教會 為什麼會把得救人天天加給教會 不是因為你很會傳福音 我們請看一下使徒行傳 我們請看一下使徒行傳的第二章 四十三節 使徒行傳的第二章四十三節 使徒行傳第二章四十三節 四十三節 眾人都懼怕 使徒又行了許多神機歧視 信的人都在一處繁路公用 並且賣了田產 家業照個人所需用的 分給個人 他們天天同心合意 恆切的在店裡 且在家中剝柄 存著歡喜 誠實的心用犯 四十七節 讚美神 得眾名的喜愛 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如果這個教會 這個大家庭 能夠向著使徒行傳 所描述的這個大家庭 不是誰比較會傳福音 不是誰比較會帶來的人比較容易得聖明 或者是誰帶來人比較容易受洗 乃是神會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給我們這個愛的教會 所以當我們去提出 用人的看法 在比較這個得救的福音的時候 就失落了來自於神的能力了 這個時候所比較的叫做人的全能 比較的是人的智慧 就失去了神的全能 以及聖明的全能了 所以我們希望今天晚上的這一個正道 能夠分享給大家 小弟也講了很多的見證 給大家能夠去共同來分享 所以小弟再講一個見證給大家來參考 小弟有一次在當中退伍之前 結果在退伍之前 教會就先通知 我說我還沒退伍 怎麼會就先通知 我說職務會通過 希望你來擔任什麼樣的聖工 我想說奇怪 連退伍都還沒退伍 你怎麼通知我這個事情 結果還沒回去的時候 那天晚上撒旦就來部隊裡面 找小弟的麻煩 我睡到半夜醒來 就看到一個撒旦就站在前面 這只有半生而已 我一看這大概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奉主耶穌基督的聖明 他就退了 但突然之間一閃 哇 家裡好像發生事情 我就跪起來禱告 祷告了很久 我知道 隔天早上我打電話回家說 家裡是不是發生什麼事情 結果才了解到說 原來昨天妹妹被邪靈入侵了 所以我們如果不小心 給魔鬼留下的地步 所以其實常常我們所遭遇到的 第一個是來自於神的試煉 第二個是來自於撒旦的試探 但是當我們能夠尊重神而超過尊重人的時候 我們把這個意念放在神的面前 所以回到了家裡 一起來為他禱告 結果這個謝靈就退了 之後小弟能夠在聖功上 在那個工作上能夠盡情地去開展 雖然遭遇很多的阻擋 但是神就與我們同共 所以希望透過小弟的見證 我們能夠去了解到 一個所謂順從得救的福音 第一個尊重神超過尊重人 第二個要尊重聖靈也超過尊重人 第三個我們必須要行聖經的真理 而不是人的道理 我們一起來唱詩